Hello大家好 我是阿龙 今天我们要去暖房宴了 我们的小院子终于要开张了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 我跟萌萌来负责带一些甜品过去 今天的暖房宴之后 我跟萌萌还要去 还有小姐 就要去一趟小岩那里了 因为燕子她生了一个小宝宝 但是这个宝宝来的有点早 我看小岩挺紧张的 就是一大早看到燕子出血了 小岩还有晕血 所以说我们就很担心 焦头烂额的 所以我们得去看看她了 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去 还有小姐一起去 所以待会我们还要去买点 给小宝宝的小礼物 待会我们也去华帽 顺便挑一下吧 我们准备送的什么礼物比较好 你觉得 就送一点那种 小孩可以玩这种小玩具 玩具或者衣服 我姐我已经买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买 我们就买点小玩具好了 我们来买抱师傅了 没要买一点的 小孩多爱吃 对吧 我们是买了一大堆甜食 一大篮 哪种是宝宝玩具 这种吗 大耳蒙素这种吗 这种就是小婴儿用的 这种类型的 心生礼物 我感觉这套不错 就双人又好看又适合 它又可以挂在腿球上面 那些都很方便 这个就是给小婴儿孩子准备的礼物 希望她会喜欢的 不过现在她还小 还在保温箱里面 半斤早早就在门口迎接我们了 我们现在又回到薄罗这里了 我们中午打算先吃点东西 垫垫肚子 因为小孩子如果全吃烧烤的话 就太热气了 然后下午大概三点钟的时候 我们再开始烧烤 对了 今天下午还有个粉丝要过来 有个网友 他说特别想来我们小院子看看 他都特别的荣幸 能够看到我们所有的嘉宇人 所以我们下午就过去再烧烤吧 好 来把半斤的绳子解开 解出来 你们在这里跟半斤玩了 因为马上出国了 所以又给半斤备了一瓶皮肤的药 他们说这个是澳洲进口的特别的好 特别有效 就给它备着 就是怕它后面还有皮肤病什么的 然后土豆也可以用 就放在半斤的药箱这里 反正它的药都放在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 它就直接硬入腿 就这样子可以了 半斤 待会过去烧烤咯 你要不要吃点肉 待会 半斤也热 这样天气 我觉得应该给它剃点毛 可能得肚子上面的毛剃掉一点 那贴着地板比较凉爽 你跟半斤称兄道弟 哇 我们现在 这么默契啊 这不能夸着 这个就是我们的饮料了 还带了菜 还带了菜 土豆 来 给你吃 给你吃 打扫的好干净哦 表哥 你先花时间去扫了一下 冲了一下 冲了一下 对 冲的好干净哦 他们小孩子来到去玩水 对啊 他们去玩水 这是院子改造前的样子 杂乱无章 杂草重生 现在就是院子改造后的样子 来进来看一下 这里是我们的烧烤区 平时我们就在这里烧烤 然后这里还有个休闲区 这里就是我们在这里坐遮聊天聚会的地方 然后这个就是草坪区 两只小狗可以在这里自由的玩耍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空地 这里也可以在这里乘凉 坐着聊天 还有小孩子可以玩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花费了不到一个月吧 改造出来的小院子 大家觉得怎么样 总开销大概是在一万八这样子 所有的花费 包括所有的材料 所有的眼睛看得到的东西 包括这绿石 还有所有石膏板 还有这些木材等等 这就是所有的开销了 大家觉得这个开销怎么样 值不值 我个人觉得是很值 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烧烤炉了 现在再点火 点炭 点了我们就可以开始烧烤了 不过今天天气好门热 真的好门热 虽然没什么太阳 就是感觉整个人都在蒸山马 我们准备了饮料 待会可以喝一点 不过现在真的是河家欢了 狗狗有的玩 小孩子有的玩 大人在这里干事情 那个网友来了 就是看我们视频的网友 叫冯哥 他也很喜欢半斤的 你好冯哥 欢迎你的到来 你是第一个来这里的网友 哈喽哈喽哈喽 他是认得你的 半斤认得你 没事没事 谢谢冯哥 给半斤又带了礼物 又带了零食吃的 你要吃饭吗 土豆也有份了是不是 有两包 哦 土豆也有份了 谢谢谢谢 谢谢冯哥 土豆有吃的 他有兴趣 有吃的他就有兴趣 你可以坐下来吃点东西了 好吧 谢谢 救命的西瓜 半斤 来 现在就准备菜了 看下他们弄了什么菜 在这里 我刚看到虾了 有虾 烤着吃 然后还有肉鸡翅 弄了一些鸡翅 我现在开始穿虾了 感觉大家都好忙 忙着照顾孩子 忙着去弄 弄弄那个什么 切西瓜什么之类的 这事就交给我吧 因为我觉得再不烤的话 这个炭又要烧完了 好 谢谢妈妈 我拿一个 谢谢红哥 哦 谢谢红哥 谢谢冯哥 不是红哥 他们在那聊天吃东西 这个场面感觉就是 让我们建造这个小院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大家都在很开心嘛 开心那就有了意义了 对不对 包括两只狗狗也是 那么开心 彪哥你拍的视频很好看哦 很多人说你拍的很专业 很好看 对啊 我看到评论 电影感是吧 嗯 挺开心的 嗯 我昨天一回去打开看 哇 我说那么多人订阅了我 嗯 哇 太开心了 受宠若惊啊 姐夫你也太搞笑了 吊根烟在这里 转接烧烤 是这样子的 嗯 这么厉害的 你已经在烤了 你要不要吃西瓜 可以 来 那你盯着你烧烤了 好 好吧 那你盯着你烧烤了 从小培养 烤烤 你要烤无上青瓜 给他就烤架 你喜欢吃啊 给妈妈拿一块要不要 这个我们姐夫烤的 好漂亮 这种天气说趁热吃 有点奇怪啊 对 但是很香 嗯 好吃 谢谢小姐 这个辣椒啊 就是前面种的那个辣椒 刚摘下来 很新鲜 对 我们把它烤吃了 烤着吃 妈妈现在是美食传颂家 专门传递美食的 哇 好专业这手法 不过这边呢 还是比较阴凉一点的 在大树底下好沉凉 这里呢 就是还是有点闷热 不过今天天气 本来就有点闷热的 真桑拿 真桑拿天气嘛 现在 两个姐夫的好能干哦 我们尝一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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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呦 还自己烧烤好吃 是吧 好香 半斤好热 躲在风扇面前 吹风扇 靠靠好不好玩 有建一个大一点的沙池 是吧 小朋友来的就可以玩了 今天在院子里面虽然没有蚊子 但是好多苍蝇啊 你看这地板上全是苍蝇 不过今天烧烤特别的开心 这是我们出国之前的一次大相聚嘛 就所有家人都在一起了 我们真的玩的特别开心 还有小朋友呢 他们现在还在玩 其乐融融 OK 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该回去了 待会我们就马上要去见小颜 然后还有他们燕子 看他们现在怎么样 来拍合影了 坐下来坐下来 是不是可以 不能拍下镜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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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半斤 回国再见你了 你在这里乖乖的 知道吗 回国再见了 抱一个 抱一个 好了 好的 回来再见了 走了 你不走 你不走 看着小颜 慢慢变成了自己最初设想的样子 我彪哥感到无比的自豪 也许更多的是欣慰 自豪的是 我们这里的双手 也能一点点建造出鸟语花香 宜然自得的花园 欣慰的是 半个多月的付出 没有让狗狗失望 也没有让屏幕前的大家失望 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想法 追看着我们的改造日记 尽管整个过程十分的不容易 尽管有很多失败的地方 但这半个月当中 我见证了自己慢慢变黑 而不对 慢慢进步 看到了最终的成果之后 其实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你会尽管转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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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尽管转租 你会尽管转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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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见到小燕了 还是那么开心 要照顾孩子 照顾老婆 这是宜燕也跟我家差不多 你看我煮了 你看你在这煮了 你还煮到面 这个是小燕给宜燕煮的 他还是很用心的煮了一锅肉汤 你会尽管转租 回去就可以忍 要带到家里去 姜还有红包 要带客家风俗 不要忍了 带回家 每天都了解一个风俗 客家风俗 我感觉客家风俗到我这里都要断了 我都不了解了 我生了蓝丁谁要啊 姜啊 不是不是 反正我不知道什么风俗 带姜回去 你这个姜拿回去煮汤喝 能够生儿子 为什么 罩得很大个 好可爱 他就等你两部手机那么长 那他住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吧 就一个月 一个月啊 现在已经回到惠州了 今天早上我们是8点钟起床的 一直忙到现在都没有停过 现在是已经晚上11点半了 待会呢 洗洗睡觉 明天早上又要早起 因为明天呢 我们就要收拾东西 要收拾好了之后呢 明天早上11点钟 我们就要去机场 坐飞机飞到北京 到北京是下午的5点钟 然后到市区 可能就6点多7点钟这样子 要再吃饭 可能明天又得再忙一天了 就是说这两天 可能视频会比较有点延迟了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要早点休息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